2000訂閱的Giveaway 結果已經在Instagram公佈了 好多謝每一個參加的朋友 你們每一個留言 我看完之後都覺得很感動 很眼濕濕 因為你們我才有重力繼續去拍片 繼續去分享 未來三千四千五千 一直到一萬訂閱都會有Giveaway 禮物只會更加多 更加豐富 快點叫多點朋友去訂閱啦 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6月頭啦 即是又可以拍我最喜歡拍的其中一款片 就是每月最愛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每一個月 遇到什麼新的產品 好用的產品的時候 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我的5月最愛啦 第一件事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這支 這支就是Too Faced的Hannover Replenishing Face Primer 它是一個牙膏妝 但它拔出來之後 這裡是一個泵頭 所以用起來是非常方便的 它沾了出來之後 是一個cream狀 非常容易推開 非常水潤的一個primer 你看我這樣推完之後 其實都吸收得七七八八的 所以是非常適合夏天去用的 你說它是不是超級清爽呢 我又覺得未至於的 如果你說你很喜歡primer 是推開了之後 完全沒有感覺的話 這個也不算是 但我覺得它絕對不是那種 又潤又黏的感覺 很適合夏天用的 特別是乾肌啦 我對這支primer 簡直是一個驚喜之作去形容它 因為其實我買它 是覺得太多人說它好用了 多到我是覺得很懷疑 究竟它是怎樣好用的呢 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奇呢 而它又不是在保濕那裡 那我這個三樂肌 乾肌的人 會不會跟大部分讚它的人 一樣都是覺得它這麼好用呢 買了它回來之後 我真的覺得大家一定要買 我真的覺得這支primer很厲害 你說它是不是保濕型的primer呢 它真的不是的 即是它不會讓我上妝這麼多個小時 都會覺得自己的臉 嘆嘆的感覺 但是呢 它在這個天氣 尤其是現在香港 每天都三十四五度 然後大家大汗臨來 出油的出油 出汗的出汗 就算我這個沙漠肌 我也是 外表是會弄光的 即是不可以保持這麼漂亮的 但是你用了這個primer之後 我覺得它的持妝效果 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它那個可以令到粉底 去跟皮膚融合的能力 實在太好了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之 稱職的primer 它沒有防曬系素的 它也不會讓你臉亮白 它裡面是沒有silicon 沒有直的 它不會塗上去之後 毛孔修飾了 臉滑了 不會的 但是呢 我覺得在這個天氣裡面 最重要都是持妝 因為這個夏天 如果你一直化了一個很漂亮的妝 然後你一邊出街 一邊瓦解 其實真的很醜 所以你那些亮白 防曬 幼滑 全部 我全部都不要了 那些效果 在這個時候 我只想我的底妝不會出到幾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之後 會變成一塊塊 脫皮脫骨 浮粉 它就可以幫你防止到這些情況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二百多元買了一支primer 其實一次都是用一泵半 我自己的臉 我都不是細臉人 所以我都覺得其實很密 超所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說起這個這麼熱的天氣 又是時候出動止汗劑了 止汗劑我自己是比較夏天熱的時候才會用的 冬天我就比較少用 因為其實出汗是對身體好的 尤其是如果你生過濕疹 這些的話 你就要更加知道 其實出汗是排毒 如果你不讓自己出汗的話 毒素積聚在人裡面 就很容易生濕疹 有皮膚的問題 但是夏天真的受不了 我覺得真的要局部令它止汗 我以前一直都是用一些spray的止汗劑 例如Arizona、Dolfa那些品牌 但是由去年開始 我就轉了用這支Bio的止汗膏 我都很想推介大家 因為其實這個天氣開始 我已經非常愛用它 我想接下來整個夏天我都會用它 給近鏡大家看 它也是一支牙膏型的止汗劑 它擠出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膏狀 你會看到它一直推開 都是膏狀的 這個Bio的止汗劑 香港不能買這一款 但我看見好像有出走豬型 但我自己是不喜歡用走豬的止汗劑 所以這個膏狀可以在日本 台灣也可以買 韓國也好像有 我不肯定 大家可以去看看 很容易買到 日本藥妝店一定有 然後台灣就在康侍美 那些 Watson市那些都會看到 它就不同 一般止汗劑 一般止汗劑 它是停止你出汗的 但是這支 它說它是一個新的技術 我沒有深究是不是真的 就是你用了它之後 汗會照出 但是它揮發的時間會快很多 就可以令到你很乾爽 好像沒有出汗的感覺 那我自己就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這樣 它是這麼說的 那我自己用的感覺就是 我的臉部位 真的挺清爽的 挺乾爽的 全日都 而且平時用Spray的止汗劑 你不是很容易一噴就會白色一汗 這支是絕對沒有的 它塗出來是透明的 那種味道其實也是挺強勁的香味 但是Spray那種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一噴的話 我是會 功鼻 而且是很辛苦的 但是它香得來就好像 你用了一些香精 或者香水膏的感覺 就是有那種香味 但是就不會去腸鼻的 所以我自己都真的挺喜歡用它 我不知道香港賣的那個 G-John是否一樣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其實都很便宜 然後我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很喜歡化這個紫色的眼影 我覺得可能化大地色是化得多 然後只有紅色 又不是很適合夏天 所以今年突然間 超級喜歡化這個紫色眼影 我很想跟大家推介兩種顏色 其實今天本來很想和大家聊天 但是為了我想展示給大家看這隻眼色 我就化了一個少少濃的妝 用了這兩種紫紅色 一隻是啞色 一隻是珠光的眼色 你會看到我今天眼妝也是用了它們 這兩種顏色的色號 分別是啞色的Going steady 還有這個有珠光的Pinky promise 這兩種顏色發出來的眼妝 真的覺得很漂亮 你不會覺得很熟氣 然後又不會太過鮮艷 也絕對不會眼腫 因為其實我這麼黑 用了一些粉紅色紫色都容易眼腫 而且很容易變得很熟 但是這隻顏色就不會了 我今天拍片 相機會吃色 我就重手一點給大家看到這隻眼色 但是如果你平時淡淡地慢慢分開它 就不會去到非常鮮艷 好紫好紫的 而且它一隻顏色才是大約5元美金 即是約35至40元一隻顏色 大家不需要去買一些專貴的眼影 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colourpop的單色眼影的質素也是非常好的 之後就想說一件皮膚 這個就是fresh的sugar face polish 我想很多人都對它不會陌生的 因為其實它也是一個很多年的王牌產品 這顏色也是我用的第三顏色 我想我用了它大約三四年左右 我這一顏色是全新的 沒有用過的 所以就特意開來給大家看 因為舊那瓶我用完之後 扔掉了 所以就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超香 打開了之後你就會不停地聞它 我是很喜歡這一瓶的味 它是一個聞起來非常天然 一點都不造作的一個黃糖味 它扔了出來之後 是一些很粗粒的糖 你磨了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火粒 都很粗的 但是它們會一邊磨 一邊溶 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很黏黏的薄膜的感覺 之後它是非常非常適合乾肌去使用的 因為我無論是春夏秋冬 都只會用它做磨砂的 坊間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磨砂產品 要不就我覺得它的火粒太粗 很不舒服 太過刺激 去到臉上 如果這兩樣東西都不是的時候 要不就是過水 洗完水之後 皮膚超級乾 我真的很討厭洗完臉之後 臉是要立刻塗通 去relief的感覺 我很不喜歡的 這個Sugar Face Polish 絕對不會 它是非常柔軟 大家可以試一次 磨完之後 洗完水 臉是極度柔軟的 而且它雖然聞起來是這麼甜的一個糖味 但是你洗完水之後 絕對不會有那種黏的感覺 它是好像BB仔肌膚一樣 很柔軟的 所以真的很推介大家 之後就想推介一個衣服 平日我很喜歡跟大家說 我買了什麼耳環 買了什麼戒指瘦鏈 頸鏈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頂草帽 好 是不是一戴上去就馬上變成度假風呢 我真的超級喜歡這頂草帽 這頂草帽是H&M購買的 是129元 現在大家去H&M都應該可以買 我不是買了很久的 我真的很喜歡它 我覺得這頂帽很適合 例如砸起頭髮 或者是砸了一個低的雞 去戴都很適合這個度假風的 我想大家可能都會看過Instagram 我去赤柱拍了那個OOTD的照片 我也是戴了這頂帽子 超級無敵中衣 而且這頂草帽的邊真的很闊 所以其實它遮太陽的效果也很好 它除了是一個裝飾品之外 它也真的能幫助我們遮太陽 我覺得也挺划算 因為你知道有些帽 它其實只是為一個裝飾用途 它是沒有實質的用途 所以我覺得這頂帽子也真的是 頗實用的一頂帽 好 那我這個五月的最愛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